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 记录流行音乐巨星麦克杰克逊生前为伦敦告别演唱会进行彩排过程的影片 《到此为止》将于今天在美国洛杉矶开始售票 而为了能够拿到首应的票先赌为快 歌迷们提前几天就开始排队抢购了 纪录片《到此为止》的片名正是杰克逊伦敦告别演唱会的主题 影片取材自杰克逊今年4月到6月 在洛杉矶斯坦普斯中心和另一处场所进行彩排的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像 期间穿插了杰克逊友人和同事接受采访的画面 杰克逊6月25号在洛杉矶狱狱所中意外死亡 他的伦敦告别演唱会因此成为永远的遗憾 从本月24号开始 歌迷们就来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唯一指定售票点排队抢购 排在最前面的500人还能额外获得杰克逊伦敦告别演唱会纪念版门票 到此为止 定于10月27号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首映 28号起在全美各地影院上映为期两周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五千快报 伊朗革命卫队26号说为了保持并增强伊朗武装部队的威慑能力 伊朗定于27号开始举行导弹演习 这次军演适逢伊朗同西方就伊朗第二处油农缩场大打口水战的时候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6号表示 伊朗第二处油农缩场曝光仪式是对西方傲慢自大的一计重击 西方国家则就伊核问题继续向伊朗施压 洪都拉斯遭罢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数千名支持者 26号举行抗议示威要求塞拉亚复职 洪都拉斯临时政府出动防暴警察和士兵加强警戒 21号回国的塞拉亚与数十名家人和支持者 欺身巴西驻洪都拉斯使馆已近一周时间 目前使馆仍遭临时政府数百名防暴警察和士兵包围 26号2009年F1新加坡站排位赛在马尼拉港湾赛道结束 麦凯伦车手汉密尔顿在比赛中发挥稳定 以1分47秒891的成绩拿下甘位 红牛车手维泰尔和威廉姆车手罗斯伯格紧随其后 分裂第二和第三名 F1大奖赛新加坡站的正赛将于北京时间27号晚上8点正式打响 26号一场特殊的长跑比赛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上演 600多名参赛者穿着大猩猩服在7公里长的赛道上一决高下 虽然服装由赛事组织方统一提供 但不少参赛者都加上了个性化元素使得比赛妙趣横生 大猩猩长跑赛今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 组织者希望通过活动筹得资金 用于保护濒临灭绝的大猩猩 26号意大利著名品牌古奇在米兰时装周上亮相 带来了新一季的2010年春夏女王 在这一季设计中 古奇将运动装带进奢侈品牢猎 服装结合了运动美学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